台湾 台湾时间3月29号 美国警方记者会宣布 逮捕一名自称要开枪扫射校园的台湾留学生 在寄宿家庭 搜出包括子弹十字弓在内的军用品 不到几个小时 一人敌因证实 这名留学生就是他的18岁独子孙安佐 自此展开救人大作战 等他到达了宾州 也要一天的时间 可以体会彭哥心情 孙安佐被关在监狱同一时间 传出他救读的邦纳普伦德 加斯特天主教高中 已经将他开除学籍 美方开出的保释金约10万美元 相当于291万台币 但律师建议不要付 因为还在等精神鉴定 付了钱照样得被拘留 敌因夫妇30号 连忙搭击富美 赶在4月11号开庭前 想办法救儿子 孙鹏在脸书发表声明 表示身为父母相当自责内疚 孙安佐的偶像 见识专家李昌玉 认为关键在孙安佐没有涌枪 建议请老经验的律师 为他辩护 虽然孙安佐事后表示 扫射学校只是开玩笑 但他的个人IG大头照 全副武装 还上传组装AK47步枪的照片 写下组装AK47快要接近完成了 很可能成为对检方有利的新试证 让他更难脱身 三连新闻综合报道